如今的建筑工程结构技术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只能说让人带开眼界 今天一点好奇带来的是 最充满想象力的魔幻建筑 圣家族大教堂始建于1882年 西班牙建筑大师高迪1883年 接手主持工程 融入自己的建筑设计风格 各特式和新艺术运动风格进行了建设 他花了43年的心血 在这个教堂的设计上 直到1926年车祸去世时 教堂的完成度也只有15%到25%之间 大教堂内部设计为拉丁十字架式 内有五套走廊 中垫的拱顶高达45米 侧垫拱顶高30米 千变万化的表面纹理 又给人一种震撼心灵的视觉体验 高塔和屋顶涂一五颜六色的优势之后 变得流光溢彩 令人眼花缭乱 大教堂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选为世界遗产 目前整个建筑大概完成了70% 建设要到2026年才能完工 内部装饰于2030或2032年完工 米拉公寓是一尊由波浪形的曲线构成的 巨大石造纪念碑 形状扭曲奇特的通风口 房顶上的烟囱和通风口成了幻影式的战士 抽象的陶瓷拼花螺旋 具有造型上的独创性和独特的美感 屋顶高低错落 墙面凹凸不平 到处可见蜿蜒起伏的曲线 整座大楼宛如波涛汹涌的海面 富于动感 米拉公寓也是实用意义上的成功范例 它有效的自然通风系统 使所有形式的空调机都成为多余 公寓内的墙壁 可以移动也适应户内重组 所有的走廊里都有自然光 198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宣布为世界文化遗产 目前米拉公寓不再是公寓 而是一个博物馆 圣路易斯拱门 从建筑结构讲 它的名称是圣路易斯大悬门 是美国向西部开发的一个象征 这座雄伟壮观的不锈钢悬链线的建筑物 是1964年动工后 仅用一年时间建成的 拱门底部有电梯 可以直达顶层 圣路易斯拱门为圣路易斯市的地标 高630英尺 比华盛顿纪念碑 自由女神像 或是欧洲的比萨鞋塔都还要高 由于整个拱门是用不锈钢建成的 因此每年都会遭到数百次雷电的袭击 这也创造了超高建筑物 被雷电击中的最高纪录 但由于拱门有非常先进的被雷电系统 至今没有任何地方损坏或人员伤亡 全球那么多机场 很难找到一个机场 能把自己打造成旅行目的地的 但新加坡张义机场做到了 机场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高达40米的雨漩涡 它是世界最高的室内瀑布 水以每分钟一万加轮的速度 从穹顶落下 水波声花香鸟与汇聚到一起 徒步从天落下 打造室内雨林奇观 每到夜晚还会上演水舞声光秀 在光影表演期间 每分钟减少到1500至2000加轮 与漩涡的水通过隐藏在建筑物内的管道进行循环 机场负三层存放着一个容量 为50万升的水箱 控制室也在负三层 森林谷有来自美国 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的2000多棵树木 和十多万株灌木 120多种植物 其中5%产自新加坡 包括蕨类植物和兰花 整个机场被绿色覆盖 一片葱玉非常养眼 仿若一个天然养疤 身心舒适 非常壮观 Troling 是位于挪威西海岸的 一座深海天然气钻井平台 一座巨型建筑 它总高472米 比324米的埃菲尔 天塔整整高出一个头 和492米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差不多高 重68万吨 加上压载物总重120万吨 简直是个庞然巨物 而Pro在北欧神话中正是巨怪的意思 它在1996年建成时打破吉尼斯世界记录 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离岸天然气平台 同时 它也是有史以来被托运的最高和最重的建筑物 建成后有一对巨轮托运到200公里外的Pro油漆田 这样的场景只能用致汉形容 注定在历史上留下奴墨重彩的一笔 堪称前无古人 后无赖者 这是人类工程史上的奇迹 你还知道哪些奇特又魔幻的建筑呢 请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点赞和订阅一下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一下